大学里我偷偷把郁杰老师画成漫画女主 并对其为所欲为 可我没想到 老师就是我最忠实的粉丝 本以为老师永远不会发现我的小秘密 但一场意外 让我跟老师强制同居了 毕业当天 因为好机友忘记上交毕业资料 我只好问老师要来地址 把资料送到老师家 按照老师给的地址 我找到小区 坐电梯来到五楼 找到502房间 拿着毕业资料 我深吸了一口气 在门口敲了敲门 导员我是苏和 我来给您送资料 房间里传出女人好听声音 苏和 同学来了 我现在同步开手 你直接进来就行 门没锁 我呜了一声 眨了下眼睛 打开了502房间的门 方静云住的地方 是一个三室一厅 大约一百多平的出租屋 一进门 就有种方静云身上特有的香水 为钻进鼻子 而房间里 无论是坐在沙发上的迷老鼠娃娃 还是门口放着的卡通拖鞋 跟粉红地毯 都很清楚地在告诉我 这就是一个女人的房间 导员你在哪 卧室里早就收拾好了东西的方静云 正坐在床上 看恋爱漫画里的一个女老师 在下雨天跟男主表白 按照剧情 接下来应该是有吻戏 她现在看的这本漫画 是一个小作者画 漫画名字叫做永远的毕业季 方静云已经追了挺久了 当初喜欢上这漫画 是因为这个作者 感情戏描述的特别好 剧情说不出的温馨 只是看得多了 方静云越发觉得 这个女一号老师 竟然跟自己行为举止有点像 而且穿衣风格也类似 虽然是二次元人物 但仍然还是能看出来一些相似点 于是他看着看着 就老莫名地带入进去 这样奇怪的感受 彻底勾起了他的兴趣 所以每周都在催更 妥妥的铁粉 可就当方静云 期待雨天表白的后续发展时 高潮剧情到这里就又断了 说下周才能继续更新 方静云脸上稍显不悦 和上电脑 有些意犹未尽地 从卧室房间里走出来 看到自己的学生苏和站在门口 笑着说来得挺快 资料都拿来了吗 都拿来了 方静云身上 还是穿着在学校的那件衣服 短裙加一件漏肩短袖 微卷的长发披在一边的肩头 只是这次脚下的不是高跟凉血 而是一双粉红脱戏 人去到饮水机旁 接了一杯水 一饮而尽 随后方静云转头看了一眼 还站在门口 见我迟迟没过来 笑着对我说到过来就行 站在干嘛 把资料拿过来 我呆了一下 不好意思地去到方静云身边 把手里的底料递过去 导员这是我跟王传心的资料 今早本来打算给你的 结果忘了 女人看了我一眼 接过后笑着长出口气 拿着两份学生资料 简单地翻了翻 漂亮的狐狸眼睛 盯着手里的资料 嘴里喃喃到苏和同学 平时做事要细致一点了 这些资料得亏不是太着急 要不然就会有大麻烦了 以后毕业参加了工作 你跟王传心可千万别再有这种调东西的 多注意点哦 我就知道自己一定会被说 眼下也只得附和的 知道了 导员我们以后肯定注意 方静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我 这么多学生里 其实就是我给他的印象最深 毕竟当初两人在刚开学的时候 还有过关于一只流浪猫的意外接触 行了行了 东西交给我就行了 没事的话你就回去吧 到时候毕业证发放日期 我会在班级群里跟大家说的 我呜了一声 最后看了一眼 估计以后再也不会见到这个美女导员了 那我走了 没什么适合我的工作 方静云点了点头 以后工作好好努力 老师很看好你 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谢谢方老师 男人转过身走到门口 方静云也准备回到卧室 可是谁知道 就在我正推门打算离开的时候 电梯的门忽然打开了 一群穿着防护服的大白 忽然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他们看到想要出门的我 拦住了我 并提醒到帅哥你好 由于今早的检测中 在你们小区发现了病例 这栋小区将暂时进行封闭化管理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不允许进出了 你是502的事吗 我们需要统计一下人数 你家里几个人 我听完对方这么麻利的说完一通 意识到问题后 我忽然皱起眉头 啊什么意思 小区不让进出了 可我就是来送个东西 我不住这里啊 大白到那也不行 请您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 您这段时间可以暂时借助在您朋友这 这也是为了其他人着想 我猛了呀 门口的说话声音 把房间里的方静云也吸引了 他来到门口边 看到那些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后 愣了一下 将不允许进出 我们来统计下人数 你们家里是几个人 就你们两个是吗 方静云听完这段话 短暂的议论 不让进出了 他不自觉的转头看了一眼 比他高半头的 我也看了一眼方静云 我只与方静云对视一眼 便尴尬的重新看向大白 那要封多久 三四天吗 大白们互相笑了笑 至少也得一个月 严重的话可能得两三个月 时间不确定 但肯定会很久 到时候如果解封 会在业主群给二位通知的 家里就两位是吧 请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开门了 把门锁好不要出去 不然违反规定 我们会有相应的措施 大白说道 你们俩说一下名字 跟身份证给我们记一下 我和方静云都猛了 两人无奈地把信息都说了一遍 记录的大白点头 记得请洗手多通风 时刻关注业主群消息 今晚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过来 给二位做核酸检测 到时候还请二位配合一下 关门吧 随着房门关闭的声音 无外的大白们 继续去跟下一个业主 进行封闭消息通知 无奈大眼瞪小眼的方静云 跟我彼此对事后 尴尬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终还是我开口 老师这怎么办 方静云少有的眉头皱起 毕竟遇到这种事情真的离谱 莫名其妙地跟男人同居 虽说是自己的学生吧 但是方静云长这么大 可从没让男人住在自己家里过 还是头一次 方静云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现在该说什么 只得捂了下额头 无奈笑道苏和同学先做会吧 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 本来还打算今天回老家的 我摁了一声 导员你忙就行 看着方静云转身去到卧室 我咽了口唾沫 此刻我的大脑几乎是一片空白 内心充斥着慌张跟说不清楚的激动 自己这是未来的两三个月 都要跟方老师一起生活了 而且还是连门都出不去 只能在家做各种事情的那种生活 这种肝脏到能用脚扣出三十一厅的情况 自己应该怎么办 此刻的我站在门口 重新环视了一下方静云住的地方 无论是装修风格还是家具的摆设 坐在床上 开始跟家里打起了电话 于是也只得去到客厅沙发坐下 卧室里传来女人略带无奈的声音 喂 爸妈我这边出了点意外 小区被疯了 今天估计是回不来家了 现在还不确定什么时候能解开来 我会注意的 这边你们不用担心 到时候吃的应该会来送我 好好那你跟我爸注意点身体 再有什么事情我随时跟你们说的 那我先挂了 方静云挂断电话后 女人坐在床上沉默了一回 他没跟爸妈说 家里还有一个男生 跟自己一块被疯了起来 毕竟这是说出去后 总感觉怪怪的 沉思了一回 方静云便踩着卡通拖鞋 来到卧室门口 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的我 心想自己未来 要跟这位苏赫在一起生活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毕竟苏赫这个男生 方静云上学的时候 也算是特别关注过一段时间 是个有爱心偏成熟 且不会太闹腾的学生 这样的人在自己家里住着 他的排斥心道没有很大 方静云看着我的背影 抿着嘴心里 仍是说不出的尴尬与奇怪 客厅这边 我坐在沙发上 要不是死党正好打来电话 我都不知道自己坐在沙发上 应该干些什么 说句不夸张的话 自己现在在方静云家里 几乎连呼吸都快不会了 简直如坐针毡 死党王传心的电话打过来 我接起后 魏苏和 你资料送到了吗 那边什么情况啊 我呵呵笑了笑 看着茶几上一个粉红色的杯 里面还泡着大枣 回答说送到了 但是这边出了一点小意外 我可能回不去了 王传心好奇 回不去了什么意思 难道导员很生气 骂完你还不够 要我也过去挨骂 这倒没有 那你不会出车祸了吧 怎么可能 那还能有什么意外 你与人士吧 反正你送完资料快过来 我这边都给你占好位置了 你再不来 我可就把留给你的生蚝吃干净了呀 我皮笑肉不笑的动动嘴角 没事 你吃吧都是你的 我这边其实是导员的小区被封了 估计未来一段时间 都要跟导员住一起了 眼下正在跟我通电话的王传心 还在自助餐里吃着烤肉 你碰上 你别骗我呀 这是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我现在人都妈了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 我听着死党震惊的声音 忽然间听到方静云卧室里 传出了一阵物品掉落的声响 随即还有方静云鸦的一声 我回头看了卧室一眼 对电话里的死党道 具体情况我晚上再跟你打电话说吧 钢导员那边好像出什么事了 我过去看看 畏畏苏和 嘟嘟嘟嘟嘟嘟 我早已挂断电话 收起了手机 静止去到卧室门口 方静云好像莫名其妙的坏了 里面衣服物品 什么都乱七八糟的掉到了地上 方静云看到我 忍着手腕的痛道 苏和同学 帮下忙我手腕好像拧了 我见状 赶紧走了过去 来到方静云身边交接过行李箱 女人这才得以放下手臂 从踩着的小箱子上下来 坐在床上疼的揉着手腕 我拖着行李箱的尾巴 一点点地把有些沉重的箱子 给放到地上 行李箱的拉链眼下已经彻底崩开 里面的东西都已经掉到了地上 我瞅着坐在床上疼得皱眉的方静云 没事吧导员 方静云看了一眼苏和 没事 刚刚想把箱子给放到上面 没想到拉链忽然坏了 箱子一些手腕碗了一下 谢谢你啊 没什么 不过你手腕 方静云左手轻轻揉着右手手腕 眉头皱紧 应该没什么事 你去客厅歇着吧 要是无聊想看电视的话 遥控器就在沙发边上 这里我收拾就行 我看着地上都是私人的东西 也没法帮忙 要帮忙什么的 你就喊我 我走出房间后 方静云揉着手腕抿着唇默默的叹了老气 疼痛感稍微减轻一点后 女人便重新蹲在地上 尽量用左手收拾起 吊在地上的东西 并将她们重新装到行李箱内 我来到客厅的沙发上 打开了电视 虽说是在看电视 实则一直在等着方静云喊自己 精神都集中在了耳朵上 果不其然 几分钟后 卧室里传来女人好听的声音 苏和同学 过来帮下忙好吗 来了来了 我来到卧室房间 看着方静云已经把东西重新收拾好了 当然因为行李箱拉链坏掉 所以这次的行李箱没有装的那么慢 帮老师放到上面去就行了 谢谢啊 小事情 方静云揉着手腕看着我 苏和同学 你慢一点 这箱子还挺重的 我拖着那个箱子 感觉没什么大问题 垫着脚轻松将它送到橱柜上面 方静云眼巴巴的看着这一面 意识到力量的差距后 忽然笑出来 方静云笑道 你接着看电视去吧 我去做饭 苏和同学喜不喜欢吃番茄炒蛋 我也没多想直接点了点头 番茄炒蛋挺喜欢的 就是导员 你的手能行吗 要不我去做饭 方静云笑着反问道 你还会做饭吗 我笑了笑回答说会一点 不过不是很擅长 方静云抿着嘴道 会一点也不错 以后要是谈了女朋友 还能照顾照顾对方 行了我手没事 你看着电视等一会 饭很快就做好了 我只能无奈点头 我走出卧室后 看着方静云穿的那条漏肩短袖 外加一条白色的小短裙 好看的丝袜看起来 极衬这套搭配 女人去到厨房拉上玻璃门 挺直修长的大长腿 随着女人的身影走来走去 方静云在厨房里打开冰箱 熟练地从里面 拿出了番茄跟鸡蛋 随后便开始切菜做饭 曾经有人说过 上课期间时间过的是最慢的 平均比周末时间 要慢上十倍到二十倍左右 我也是这么认为 可今天苏和却改变了这个想法 打破了这种尴尬的瓶颈 苏和同学准备吃饭了 洗手的地方在那边 方静云指了指门口右边的一个小房间 我应了一声 赶紧过去洗手 洗手的时候 我眼睛瞅了几眼方静云 平时生活刷牙洗漱的东西 架子上还有一些简单的化妆品 话说刚刚去卧室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好像方静云的卧室里 并没有化妆台这种东西 自己这位美女老师 看来还真是纯天然的玉姐美女 只需要简单打扮 就能成为人群风景线的那种 我洗完手后 方静云才又去洗手 两人坐在饭桌上 方静云把筷子递给我 我说了声谢谢 尝尝老师做的菜味道怎么样 应该是挺不错的 我点头 用筷子夹起一块鸡蛋放到嘴里 看着方静云在盯着自己 于是紧接着又加了一块番茄 放到嘴里 怎么样 老师厨艺是不是很厉害 我不断地点着头 好是我自己做 估计都做不出这种味道 导演你经常做这道菜吗 方静云听到这话愣了一下 他不是经常做这道菜 而是从头到尾只会做这一道菜 平时学校有食堂 下了班还能点外卖 做饭这种事情实在是用不太着 至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用不着 方静云笑道 嗯 老师平时比较喜欢这道菜 说着方静云端着米饭 就着番茄炒蛋吃起来 话题一转 好吃那就多吃点 待会吃完饭 我帮你去业主群里问一问 毕竟咱俩这种情况很特殊 问问能不能让你回家 要不然我这也没地方睡 屋是够的 但是老师这就一张床 我吃着菜看向方静云 心想自己能回去的话 那可太棒了 毕竟自己待在这简直就是煎熬 方静云笑了笑 其实他也是刚做饭时候冒出的想法 也不敢肯定 先问问看 就算不能回去 或许也能给你找个专门住的地方 宾馆吗 我觉得那也行 比在这里跟导员大眼瞪小眼要巧 行 谢谢导员 草草的吃完饭后 我便跟方静云一起 把碗筷收拾到厨房 本来我是想抢着刷碗 但是方静云还是拿我当客人 所以就没让我干这些事 收拾完东西后 两人一人一边坐在沙发上 我看着电视 方静云则是靠在沙发上 拿着手机在业主群里问 小区里有没有像是我这样的情况 还有小区具体要封闭多久 要说群众的力量的确十分强大 短短一下午的时间 业主群里就有几十条 七七八八的小道消息 这些小道消息无论是真的假的 反正感觉听着大差不差 大家就都当是真的 毕竟消息看起来都差不多 一直等到下午 业主群的管理做了一个公告 群里的议论身材安稳了一点 公告具体为 这次封闭是由于小区内 发现了两例疾病感染者感染的原因 封闭时间具体暂定为一个月 而类似于苏赫这种客人 强行被封的情况 的确不是一例 还有两三户朋友亲戚来串门 也被封在了一起 只是虽然这种情况算是意外 可上边已经明确说了 无论是什么意外 这段敏感时期也不能出来 至于能不能考虑一下 让这部分人住宾馆 目前上面也没这种考虑 因为没什么必要 于是方静云坐在沙发上 看着这条公告 下意识地用手顺了下耳边的头发 好像不行 看来苏和同学 未来这段时间只能跟老师住一起 我听到后 转过头看着低头 瞅着手机的方静云 不能回去吗 方静云摇摇头 应该是不行了 这次情况看着挺严重 这样吧苏和同学 今晚上老师睡沙发上你睡卧室 我把房间给你收拾一下 我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摆摆手 主要老师 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你睡沙发肯定不行的 本来还很平静的方静云一听这话 莫名睁大眼睛盯着面前的大男孩 苏和同学 你刚说什么 我愣在那里也意识到自己好像说多了话 没什么 反正我睡沙发就行了 方静云皱眉 怎么知道的 我尴尬地咧了咧嘴 目光看向桌子上泡着的红枣热水道 我看刚刚导员在泡大枣水 而且我吃完饭跟您去放盘子的时候 没有洗手的时候 都发现您用的水都是热的 所以方静云一听我的解释 震惊地愣了一回 忽然又扑痴笑了一声道 没想到苏和同学这么细心 这点小事情都能看在眼里 我笑了笑 没觉得这是夸奖 导员过奖了 方静云坐直身体 微卷的长发披在一侧的肩膀上 笑了一会后 放下手看着我 那除了这些苏和同学还发现了什么 说给我听听 我想起刚才洗手时看到的东西 回答说其他的就没什么 还有就是刚洗手的时候 我发现导员的化妆品比较少 卧室里又没化妆台 您平时基本都是素颜去学校的吧 方静云眉眼一胎 心想自己还真是小看了这个大男孩 行啊苏和同学注意力这么敏锐 老师平时的确是不怎么化妆 除非是很重要的日子 比如今天 你们毕业了 才会特别打扮一下 我随口说道 您其实不化妆也很好看的 不只是我这么觉得 班里同学也都这么说 说导员是学校女老师里面最好看的 方静云表情古怪 沉默了片刻才抬口 苏和同学平时挺讨学校女生喜欢的吧 谈过几个女朋友啊 没有谈过呀 导员为什么这么说 方静云站起身看着苏和道 苏和同学不太诚实 老师的直觉往往是很准的 虽然苏和同学注重细节是好事 但是有些东西还是不要多看 毕竟这可是在老师家里哦 我笑了笑 我知道了 我会注意的 知道就好 老师回卧室去处理点你们毕业的材料 至于刚刚咱们说的事情 既然苏和同学想照顾老师 那今晚老师就在卧室睡了 苏和同学在沙发上将就一下 嗯 方静云拿起茶几上的那杯红枣水 踩着拖鞋回到卧室 关上门后 我看着那扇关闭的房门 重重地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伸手用力挠了挠头 心想自己刚刚这是在说什么 自己平时画恋爱漫画太多 心里老师下意识地把导员当做女主 所以刚刚说着说着 就把自己画漫画时聊的天给带入进去了 这该死的职业病 卧室里方静云关上门后没有立马坐下 反而是靠在门后 放下杯子后双手捂着脸 心里自言自语 刚刚简直是丢死人了 被关一起也就算了 还让自己学生看出来自己身体不舒服 自己遇到的这都是些什么事 想起刚刚的聊天的内容 方静云眉头微皱抿着嘴唇心想 原来世界上还真有这么细心细致的男生 方静云叹了口气 回想起曾经追过自己的那些男生 但凡他们能有这个叫苏和的男孩一半细心 懂得关心一下自己 他估计也早就结婚了 总不至于还单到现在 方静云站在那放空了一下大脑 这才走到卧室的电脑桌前 打开电脑拿出手机 掀翻看了一下业主群里 看看有没有最新的动向 结果还是跟之前差不多 仿佛以尘埃落定 便喝了口水 拿出学生的毕业资料来提前进行整理 方静云一直从中午忙活到半下午五点多 终于弄完了三分之一的工作后 他便整个人都慵懒地靠在椅子上放松了放松 抬头看着天花板长舒出一口气 长发斜落在右侧胸前 脑子忽然想起了今天上午 自己一直在追的那本永远毕业季漫画 漫画里的男女主在这周表白的前奏 让方静云其实有些回味 不过她也很清楚 漫画里的爱情跟现实世界的爱情是不一样 除非你能直接跟这个女作者谈恋爱 不然其他人基本不可能做到 跟漫画一样的细节 好厉害的作者 感觉看了后就跟亲身体验一样 这种恋爱类型的漫画 以前方静云都不怎么喜欢看 因为很多恋爱漫画的剧情都很大 且无缘无故的磨难曲折太多 是一车祸什么的看得太让人糟心 但是这本永远毕业季里的剧情 跟市面上的那些漫画都不一样 里面各种男女主的互动 简直都快填到掉牙默契程度 也近乎拉满 基本上是从头填到尾 而且剧情还是老是跟学生之间的爱情 本身就有期待感跟吸引力在里面 方静云想着漫画里的剧情 嘴里喃喃自语 就是更新的慢了点 一星期才更那么一点 这么想着方静云拿出手机 找到永远毕业季的读者群 他家的这个读者群是付费读者群 只有打赏跟正版订阅的读者才能进去 当然了方静云也加着普通读者群 但是普通读者群这个漫画的作者小景云 基本不在里面说话 付费群作者大大才会更活跃些 方静云在付费读者群里发出消息 这周更的是不是有点少了 才十几页 下周什么时候更新 群里有几个读者立马恢复 我也发现少了几页 平时景云大大不是都二十页吗 这周整整少了四页啊 强烈建议下周景云大大能补上 男主女刚到白就没了 看得我很急 饭都吃不下去了 方静云拿着手机笑了一下 在网上聊天 不用跟现实一样那么端正 便也附和地发出消息 下周景云大大赶紧补上多更一点 后面一大串负一根上 毕竟是企鹅聊天群 一旦相同的句子出现 没人能抵抗到了 后面那个显眼的家号 于是在这么狂轰乱炸的消息中 漫画作者盒里的小景云被炸出来 这周更的少是因为我这边有点事情 所以才少了几页 方静云看到作者说话了 立马发过去 那作者大大下周会补上这几页吗 作者小景云 也就是我本人 眼下正坐在沙发上 看着手机里的读者群消息 心想补上那是不可能补上的 自己现在被封在自己方老师的家里 整个能活动的空间也就只有一个沙发 连个画漫画的工具都没 拿头补啊 抱歉啊 这边出了点意外 下周或许未来一两个月都够呛更新了 方静云看到这一句 睁大眼睛发消息出去 不更新了吗 为什么呀 其他读者也立马跟上 对啊 警理大大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不能不更新啊 剧情刚到有意思的地方 不更新你让我们怎么活 真的是没办法 因为我来朋友家送东西 结果正好小区被封了 估计要一两个月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可能都没法更新了 本来还只是抱着好奇态度的方静云 看到作者的这句话忽然愣住 来朋友家送东西 被封了这句情绪这么眼熟 方静云快速地打着字 亲切 这是方静云的群网名 作者大大是跟朋友被关在一起了 小警理 对啊 强行被关在一起了 所以说我就没法更新 等到时候要是小区解封的话 宝宝们我再补上怎么样 啊那得多久啊 是啊 一两个月没更新时间也太久了 问一下 作者大大平时用什么画漫画 小警理 我都是用平板电脑 但是今天来我朋友家的时候没单 作者大大现在是在你闺蜜家里了 不能借他的平板电脑什么的用吗 更新可是大事啊 屏幕后面的我坐在沙发上看到这句话 整个人震了一下 借导员的平板电脑来更新漫画好像也行 因为之前大学上课的时候 我记得方静云是有一台平板电脑的 就是不知道他平时用不用 要是不用的话自己拿来画漫画也可以 小警理 嗯 倒是也行 不过不知道人家借不借 因为我不是在我闺蜜家 我是在我老师家 他平时工作好像也用 不一定会借我的 警理大大原来还是个学生 小警理 今早还是学生 现在不是了 今天大学刚毕业 本来还只是觉得巧合的方静云 看着读者群里的聊天记录 更是捂着嘴震惊了一下 警理大大现在在他老师家里 跟他老师被封在一起了 而且还是刚毕业 这要巧的吗 不过方静云想到现在正好是毕业级 再加上病情的缘故 有这种的巧合导演能够理解 小警理 我现在去借借看 你们等我消息 群里的聊天记录还是继续聊东聊西 方静云看着满屏的冲压两字 也想点个加一 可是谁曾想 就在方静云手指刚刚触碰到屏幕的时候 就听到卧室门口传来的敲门声 我站在卧室外面 闭脸尴尬 不过我这也是为了更新跟读者 毕竟要真是两个月不更新 读者难受我也难受 毕竟不更新自己可就没钱花了 导员您现在忙吗 方静云抬头看向房门 怎么了老师现在不是很忙 有事你说就行了 我在门外咽了口唾沫 嗯 那个导员我记得您有个平板电脑 来着您平时用吗 不用的话能不能借我用用 方静云坐在电脑椅上 听着门外的声音 他的眼瞳睁大 不可知信的目光呆呆地注视着那扇木门 我说跟自己借什么 平板电脑 警理大大不是也去跟他老师借平板电脑吗 等等 不会吧真的假的 方静云低头看了一眼群里刚刚发的消息 又抬头看了看卧室门 他有点觉得这太不真实 毕竟小警理这个作者不是个女作者 可是同样的毕业 同样的跟老师被封一起 还同样的来借平板电脑 世界上真的会有这种巧合出现 我在门外没听到卧室里的方静云回答 以为他在屋里还在忙着工作 刚刚只是随便回了自己一句 便鼓着勇气又问了一句 导演行吗 您平时要是用的话就算了 方静云回过神来 赶紧回答 安 我我能见你 不过不过你用平板电脑 做什么玩游戏码还是 方静云紧张地盯着房门 心想如果这个合理的小警理也就是漫画 永远毕业季的作者真的是我的话 那意思不就是说 自己追了大半年最喜欢的漫画作者 竟然是自己手底下教的学生 而且还是个男同学 我在门口随便编了个理由 毕竟他不能真的跟方静云自己 要用平板电脑画恋爱漫画 而且还是用的女作者 漫画女主还是老师 要是被导员知道 那样他会射死到直接不小活了 毕竟太无聊了 我想打发下时间 方静云听到我的回答瞬间略有失望 不过转念一想 这应该是借口才对 毕竟谁会无缘无故 跟别人透露自己漫画家的身份 于是再次问了一句 只是玩游戏确定吗 我在门口紧张地又咽了口唾沫 因为我忽然意识到 要是自己说借平板电脑 就是单纯为了玩游戏的话 导员会借给自己才惯了 得找个稍微正当点的理由才行 我也不只是玩游戏 我其实其实想借导员的平板电脑来画画 此画一出 坐在卧室电脑以上的方静云 甚至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画画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那基本就可以确定 合理的小警理这个女漫画作者 就是自己的学生 画画 你还会画画呀 画漫画吗 我一语被对方倒破身份 紧张地汗流加倍 当然也有六月天气烧热的缘故 啊漫画 不是画漫画 就是正常的画画 我平时在宿舍的时候 也经常画画风景啥的 打发时间挺好的 风景哦 原来是画风景啊 没想到我还有这种爱好 那你画完后能不能给老师看看 行啊 那你稍等一下 我把平板电脑拿给你 我一听这话终于松了口气 算是萌混过关了吧 好 谢谢导员 卧室里 方静云拉开电脑抽屉 心想画风景 所以我到底是不是景理大大恩 反正只要待会等他画完后 自己看看他画的怎么样 应该就能猜出来 毕竟画漫画跟拍动漫 拍电影是一样的 没有人的绘画 或者分镜手法会完全相同 作为永远毕业季 这部漫画的忠实读者 只要我能够展示出他的画来 方静云就能够根据画风 判断出自己学生 到底是不是景理大大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小子要真是那个女作者景理大大 那他倒是挺厉害的 没想到自己教的学生里面 也有这么卧虎藏龙的人才 待会要真是确认了身份的话 自己还真得好好问问 他是怎么创作出 这部这么好看的诗生恋爱呢 等等 诗生恋 方静云拿平板电脑的手拳在半空中 此刻他忽然意识到了 自己之前一直觉得 永远毕业季里的女主角 人设跟性格很像自己 都是大学老师 而且都留着一头微卷的长发 都喜欢把长发散在一侧的肩头 如果这个合理的小景理不是我 那这种撞人设的情况 很有可能只是巧合 可如果景理大大 跟我完全就是同一个人的话 巧合就不太可能了 现在想想 永远毕业季里的女主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不就是翻版的自己吗 只是自己的形象 从现实世界被我拉到了二次元的世界 不对 这样想的话 何止是女主漫画里面的男主角 好像也跟我本人有些相似 应该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最多是漫画里的男主 比现实的我稍微疲了一点 但说话方式做事方法 却是差不多的 方静云不可思议的 一直手捂着嘴巴 目光颤抖地看着抽屉里的平板电脑 也就是说 如果自己猜想不错 我真的是漫画作者 那么他这是画了一部在二次元的世界 自己跟他相爱的漫画 无外我站在门口 迟迟没有等到方静云开门 他手心里莫名其妙地捏着一把汗 心里十分忐忑 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我也不知道自己一直在门外站了多久 方静云才缓缓打开了房门 他下意识地开口喊了句 导员 有着狐狸眼睛的方静云嗡了一声 脸色至少表面看起来还算平静 女人把手里的平板电脑拿出来 平板电脑上还有一只触碰底 可以方便他画画 拿去吧 画完后记得给老师看一下 我盯着方静云的目光 点点头 好 谢谢导员了 我接过那个平板电脑 转身去到沙发 内心不自觉地发出一丝窃喜 没想到还挺顺利的 只是就在我拿着电脑去到沙发上的时候 方静云忽然又多嘴问了一句 这平板电脑你要经常用吗 我回头看着方静云 笑了笑 问我是想反正闲着没事 时不时画点东西打发时间 不过老师平时也要用的话 我其实也 方静云打断他的话笑道 方静云关闭前再次开口 那个我在忙会工作 六点左右才会去做饭 我现在还不饿吧 我摁了一声 中午吃挺饱的 方静云笑了笑 关上卧室的门 卧室的门轻轻关闭 方静云被靠在门上 低着头拿出手机 在永远毕业季的读者群里发出消息去 亲切 警理大大借到平板电脑了吗 成功了没有 其他读者也跟着附和 是啊怎么警理大大不说话了 老师不借给你吗 方静云盯着手机屏幕 紧张地等着这位女作者的恢复 果然在几秒钟之后 读者群里的作者小经理说话了 小经理 无狐借到了 而且我老师说他平时不太用平板电脑 所以以后或许能正常更新老宝方的 方静云漂亮的眼睛盯着那行子 看着群里刷屏一样的消息 又是无声地捂着嘴巴 事到如今 好像方静云该会看不看我的话已经没必要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压根不可能在短时内 重复出现这样多的巧合 可是自己是我的老师啊 是他曾经的大学导员跟大学班主任 整整比他大了四五岁 他竟然会喜欢自己这种类型的女人吗 还是说 只是拿自己的人设当取材可画漫画这种事情 就算是取材 至少你也得有这方面的冲动跟想法 不然是想象不出来的 方静云将手机随手放到旁边的桌子上 脑海不自觉回想起 中午时我跟自己说过的那句话 您其实不化妆也很好看的 不只是我这么觉得 班里同学也都这么说 说导员是女老师里面最好看的 导员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您肯定不能睡沙发 我睡沙发就行了 怪不得他当时会说这种话 还会在意那种旁人在乎不到的细节 原来真相竟是这样 方静云慢慢地蹲下身子 双手便为捂着脸 脸颊颊莫名有些尴尬的发热 明明顶着一张成熟的脸 此刻却莫名有种可爱模样 太尴尬了 这世上哪还有比这更尴尬的事情 他自言自语 我今天这事都经历了些什么 还不如不知道这事呢 这样弄得未来这几个月 我该怎么跟这个孩子单独相处 客厅内 我拿着借出来的平板电脑 回头看了一眼卧室的房间 才登陆漫画作者后台 简单地查看了一下最近漫画的数据 因为我刚刚迈入漫画界还不久 也就三年多点的时间 虽说这本永远毕业季 有点小起色 但赚的钱其实并不算多 每个月只有在推荐期间 也就是漫画 把你漫画放到封面等显眼位置的时候 才会有万把块左右的收入 虽然不太稳定 但这笔钱其实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来说 已经算是不错 毕竟这本漫画连载到现在 已经给我赚了五六万的外款 这是甚至连我爸妈跟他的死党王传心都不知道 他们都以为自己最多只是喜欢画画 并没有想过自己会拿着是赚钱 到时候等待赚点 可以给爸妈死党他们一个大惊喜 苏和 按照这个形式下去的话 等到完结大约能赚个十万块左右 不少啊 到时候拿着这笔钱送导员个好点的礼物 我知道自己这本书能成功 方静云作为女主现实世界的母版 绝对功不可没 要是当初方静云没有当自己的导员 那么自己也不可能画出这样一部成功的漫画 而且自己现在住在导员家里 送个礼物是其一 等晚饭的时候 他打算跟导员说一下 未来两个月平坛吃食水电的事情 毕竟我也不是穷的叮当响 总不至于真的在方静云家里白吃白喝几个月 那样太不地道 也会招人反感 我拿着触碰笔在平板电脑上打开两个写作后台 恋爱漫画跟海贼王火影人者那样的战斗漫画相比 其实画面需要画的更精致一点 这才会受女读者们喜欢 不过虽说画面精致了 但不代表创作过程就会比战斗漫画更加困难 毕竟都市漫画大多以聊天日常为主 很多画面内容都是重复或者简单改编的手势就可以了 而战斗漫画的战斗场景 需要有天花乱坠的想象力跟画面冲击力 还要有乱七八糟的爆炸场景 这两者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作品 于是我按照永远毕业季现有的剧情 先是继续将后面的发展画了半夜左右 随后又开始在第二个后台画风景画 改变主意收回平板电脑去 那样我怕是会当场脑瘫 拿着那根触屏笔 我的手在屏幕上飞速描绘着风景画的画面 跟恋爱漫画的剧情 风景画我就挑了得最简单的 直接画学校里的风景就行了 虽然此刻眉眉时务参照 但那毕竟是自己曾经生活了四年的绿藤经济大学 很多学校里的细节他都记得很清楚 于是我在接下来的时间便是在风景画这边画一部分 在漫画剧情那边画一部分 得亏我如今的画工已经到了一种奇怪的境界 很少会在画面上有所卡顿 就算有时候忽然忘记了人体某部分细节的轮廓该怎么画 到时候去网上搜搜色图图片 看看别人的角色衣服跟身体轮廓是怎么缴绘的 照葫芦画表 熟能生巧就行 作为一个漫画作者 如今的我看色图已经没啥感觉了 别人看色图就是为了看色图 而他单纯就是为了看画工 已经到了看山不是山的境界 除非那张色图真的很底 或者是正好戳中了我兴趣的色图 我才会回归男性本源 变成看山还是山 另外这样的图我往往会把他们默默的保存到相册 抽出时间慢慢欣赏 客厅里我坐在沙发上 平板放到桌子上 拿着触屏笔身心合一 精神彻底的投入了进去 这一投入就是整整一个多小时 而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卧室里的方静云也没闲着 女人光着脚坐在自己床头 小腿弯曲 鬼使神差的拿着手机又从头看了一遍 永远毕业季 这部恋爱漫画 如今方静云已经大致猜到了这部漫画的女主角就是自己 而男主就是我 所以方静云重看剧情时的心态跟想法 几乎跟第一次看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了 彻底发生了质的变化 漫画里的男女主一开始接触不多 只是在学校里对彼此有简单的好感 但也就是维持在朋友的好感 并没有越界 这时候方静云看着剧情还没觉得有什么 直到漫画剧情里 有一次学校组织野游的时候 男主看到女主大晚上一个坐在大树下盯着月亮发呆 那种失神且忧伤的模样彻底吸引了男主 漫画里两人的恋爱线也就是从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按照漫画剧情 女主之所以会睡不着大晚上坐在树下看月亮 是因为她的亲妹妹得了重病 所以才会表现出这样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 而男主看到女主这副模样 毫不犹豫地主动坐到她身边 安慰她 老师你看起来好像有些不开心 男主安慰的话读起来很普通 可是又透露着都快一出屏幕的关系 都是一些生活细节的处理 直到漫画里两人长篇的交谈之后 男主也跟女主一样望着月亮 最后说了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看老师你伤心我也会跟着心疼 剧情才正式迎来高潮 当时漫画里的女主神情震了一下 短暂的恍惚之后 半羞涩半生气地说了句 你这小家伙在跟我说什么呢 我又不是要被人哄的小姑娘 别忘了我可是你老师 男主笑着回了句 知道 我只是实话实话罢了 你没必要太在意 更没必要生气了 漫画的这一话叫出心动 当初方静云看的时候 她还是是晚上看的 当时躺在被子里 身子便会不自觉地蜷缩在一起 被男女主这种简单又有意思的交流 给戳住内心 而如今二刷 完全换了一种感觉看这段剧情 方静云还是会身子蜷缩 只是这次从躺着 便为坐在床上抱着大腿 而且心动感降低了 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的古怪和迷茫 方静云看着漫画里的画面 紧紧地抿着嘴 这真的是我画的吗 这剧情也太难到 她平时看我不开心也是这样的 方静云尽量回想曾经在学校里 自己跟我有过接触的那些画面 无奈地闭上眼睛 放下手机 投靠在床头上 重重地长出口气 傍晚六点的时候 方静云并没有从卧室里出来 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 一直等到六点半左右 门外忽然响起了重重的敲门声 我们是做核酸的 开一下门 敲门声把正在投入到画画状态的我给唤醒 他抬起头呕了一声 来了 我站起身 稍微地活动了一下身体 便去到卧室门口 敲了敲门 导员 做核酸的人来了 房间里的方静云还在刷着漫画剧情 听到敲门声跟我声音 莫名被吓了一跳 回答道 嗯 知道了 我这就出去 我这才去到门口 通过猫眼看了看外面的人是不是大白 才打开门 大白 我们是来做核酸的 麻烦配合一下 做核酸的过程很简单 拿着取样棒往嗓子眼里捅一捅就行了 用不了多少时间 方静云从卧室里走出来的时候 特意调整下状态 所以至少在我的眼中看起来 导员还是导员 高挑的身材 一双稍冷的狐狸眼睛 还有每次走动的时候 身体永远带着的那一丝特殊香水味 只是比平时奇怪的是 今天方静云做核酸的时候 莫名地看了一眼我 那种眼神我从没见过 是一种他没见过的眼神 看着像是愤怒 但却又不像是愤怒的目光 做完了核酸 大白们离开 我关上房门 方静云便立马开口问道 苏和 你风景画 画完了吗 我压了一声点头 还没呢 方静云皱起眉头笑道 点着头说还没呢 到底是画完了还是没画完 我想了想 大致上画完了 但是有些小的细节 我还需要收收尾 方静云 哦 那画得还挺快 老师能看看吗 可以 方静云跟着我去到沙发那边 我拿起平板电脑 眼疾手快地把漫画的后台 调成另一个绘画后台 把基本上快完工了的 学校操场风景图递给方静云 我画得不太好 老师您别笑话我呀 方静云审视了一眼我 微笑 怎么会笑话 我觉得我画工应该还是不错的 方静云本以为我的画工 基本上跟连载的漫画是差不多的 可是接过平板电脑的那一刻 方静云的眼睛却莫名睁大了一些 满脸惊讶 我画得的确是学校的操场风景 只是这场图并不单单的只有风景 还有操场上的数十个学生人影 落在篮球课上的小鸟 在角落藏着的小野猫 以及自己扶着遮阳帽 跟女生们坐在草坪上的样子 对 我画的画说是风景画 倒不如说是大学体育课的素描画 里面有班级的各个同学 甚至连坐在操场边的方静云 还有他们的体育老师都有 画面就不用说了 有我画恋爱漫画的底子在这 各处的画工是极为优秀的 只是这张图看着的确是还没完工 因为所有的人物里面 只有我自己的人影是虚弦 而所有画面中出场的人物里 也只有方静云是上了颜色的 整张图除了方静云 其他都是黑白 我看着方静云细细瞅着屏幕的样子 解释说 这图还没完工呢 上色比较麻烦 所以得需要点时间 方静云盯着画面里的场景 心里其实第一印象 冒出来的是惊叹 因为这张图的水准 甚至比恋爱的漫画的场景 跟细节还要更好 还要更多 自己教过的学生里面 竟然有这么一个 对绘画有如此天分的学生 他之前竟然从来都不知道 甚至一点消息都没听到过 然后除了惊叹之外 还有特别 这种图十分特别 因为仔细观察 会发现这是张学生们 在操场上踢足球的素描画 所以有正脸的大多 只有那些坐在草坪上 说说笑笑的女生 男生们则基本全是 側影跟背影 而女生们也因为头发 动作大多没有露出全貌 要说的话 好像整张图几十人里 只有方静云自己 是在画面里露出全貌的 另外也不知道 是不是方静云自己的错觉 他总觉得出场的所有人物 我画自己画得最仔细 很多小细节一放大 就能看得很清楚 包括自己在锁骨的位置 有个小致 包括自己手腕上 不太常戴着那条的手面 还有自己经常戴着的 一款项链的许多细节 他都画出来了 方静云拿着平板电脑 抬头看了看紧张的我 又低头看了看画面 又抬头看了看我 这才开口问 这张图你用了一个多小时就画好了 我点头 嗯 是用了一个多小时 但是这不是还没画好吗 他想自己要真实盯着这一张图画 那这些时间肯定能画好 主要自己不是还得抽空画漫画 这点时间就不太够 方静云盯着屏幕喃喃自语 简直太厉害了 苏和你是从小学的画画还是什么 我 我是自学的 画的其实不太好 方静云带着笑 这还不好啊 真的好厉害 没想到你有这种的本事 对了 这张图里我看你还没把自己给画出来 只有一条虚线 然后却在里面已经给我上色了 这是为什么 我随口回答 哦 我就是打算先把导员上完色之后 再画我自己的 方静云抬头 原因呢 我语色 他回答不上来了 我哪知道为什么 下午这张图在他画完导员后 就是想先给导员上色再画自己的 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以及为什么会这么做 方静云抿着嘴 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没有继续追问 方静云看着画面 从很多画工方面不难发现 这的确就是自己一直喜欢的 那个女作者和李的小经理的画风 我也的确就是 永远毕业季 这部作品的作者 确定无误了 方静云把平板电脑还给我 画得真的很不错 虽然老师不太懂绘画方面的知识 但感觉你可以用这个来赚钱了 我笑道 赚钱有点难 基本只能打发时间 方静云不点破 这种情况也没法点破 那你继续画吧 画完后再拿给老师看看 我去做饭去 咱们待会吃饭 结果平板电脑的我 盯着方静云 画完后您还要看吗 方静云 当然了 我画工这么好 老师肯定要看看 彻底完工后的样子 另外反正未来这段时间 咱们两个被封在一起了 有时间的话 我也给老师画一张怎么样 画您行啊 没问题 这是我擅长 闭着眼睛他都能画方静云 方静云笑着点头 谢谢我 那老师去做饭 方静云踩着拖鞋去到厨房 拉上厨房门的时候 女人看到我又重新 趴在桌子上认真起来 方静云的脸色慢慢变得凝重 同时心里也有些小古怪 因为刚刚自己问我 为什么先给自己上色的时候 他那种犹豫 方静云也微微肯定了一下 自己的想法 我到底喜不喜欢自己 方静云不敢肯定 但平时这小家伙 肯定没少偷看自己 要不然锁骨位置的小智 还有自己带的首饰细节 这种东西作为正常师生 怎么会记得一清二楚 不过话又说回来 方静云看着我认真的样子 抛开这是自己学生 两人不可能好上这件事不谈 我个子其实挺高 看着至少有一米八的 比自己一米七的身高 都整整高了半头 长得也挺顺眼 平时的行为举止 说话方式更是不错 很温柔帅气的一个大男孩 而且还是个潜力无限的漫画家 尤其是他对自己的那种细心 这比之前追自己的那些男生 可疆太多了 其实但凡他不是自己 教过的学生的话 两人也不过是年龄差距 我在想什么呢这是 我条件好不好的 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只是一个小孩子而已 或许自己想多了也不一定 方静云再次看了一眼 只是这次做饭的时候 方静云特意的把手机 拿了出来放在砧板旁边 屏幕上打开了 读者聊天群的画面 方静云边做饭 边盯着聊天群里 看着我在里面说话 读者群里 作者小经理每说一句话 方静云便偶尔会 同时回头看一眼我 果然发现他正好 也坐在沙发上 用手机发着消息 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 屏幕里的自己 一直喜欢的偶像 真实身份 其实是自己教的学生 曾经的方静云 也设想过 会画漫画的画家 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男作者可能是阳光帅气 要不也是忧郁细心 女作者则不是典雅宁静 就是温柔适水 反正能画出漫画 创作这故事的漫画家 怎么想也都很厉害 甚至某些时候 方静云还想过以后 要能找一个漫画家 做男朋友就好了 但是无论你让他怎么想 他都没想过 原来现实中的漫画家是这样 而且还是自己 最喜欢的漫画家 虽然阳光帅气 这点算是符合 但是这年龄 也太年轻了点 不断被自己翻炒的鸡蛋 女人做饭的时候 因为知道了我的身份 会忍不住偷偷去看 这位大漫画家几眼 而她不知道的是 其实我也偶尔的在看方静云 就比如此刻 沙发上 我一只手拿着触瓶笔 一只手拿着手机 她的目光无意识地 瞅着方静云炒菜的样子 女人长发落在那 丰硕的一侧胸前 洁白如玉的手指 捏着那把铁铲 翻炒着热菜 女人长睫毛下的狐狸眼睛 在那侧脸下 方静云的眼睛轻轻一瞥 也看了一眼我 此刻的两人目光巧合的对视 无声的视线穿过那扇玻璃门 注视着对方 莫名的对视看了一会后 我才赶紧地收回视线 继续画着漫画 装作真的只是无意识的对视吧 方静云也是一样的 装作不经意的对视 然后收回 继续瞅着手里的不锈锅 炒着热菜 只是女人抿着嘴 心想她刚刚是在看自己 还是巧合地跟自己撞视线 知道了真相之后 方静云总感觉 我任何的一举一动都不太对 这就好比 你在某家公司上班的时候 一个异性同事 不太喜欢跟你说话 你本以为对方很讨厌你 实则其他同事 告诉对方喜欢你喜欢的不了 不跟你说话 其实都是为了掩饰 看到你时的紧张 于是你知道真相后 即便对方明天依旧不跟你说话 你也会觉得 对方其实表现得 并没那么讨厌你 甚至对方害羞的样子 还有些可爱 总之 心态的改变 带来的是一切的改变 厨房里 方静云做完晚饭之后 喊我吃饭 苏和 洗洗手吃饭了 嗯 来了 我听到方静云的喊声 放下触瓶笔 马里的去卫生间洗手 他洗完之后 方静云才会再去洗 吃饭时仍是跟上午一样 方静云会把筷子递给我 然后我说一声 谢谢导员 吃吧 男人看着桌子上的西红柿炒鸡蛋 眨了下眼睛 用筷子夹了一口放到嘴里 还是跟上午一样的味道 方静云细嚼慢咽地吃着米饭 晚上给他们打 方静云 怪不得 毕竟现在这种情况 你暂时是回不去了 肯定得打电话跟家里说说 对了 你要是想回家的话 能买到票吗 最近形势这么严重 我摇摇头 我也不清楚 本来我今天早上的时候 还觉得应该没啥事 谁知道今天来给您送个资料 都能被封 所以我想回家也够呛能回去的 中午我来的时候 看到导员在收拾行李 您本来是打算今天回家去的事吗 女人加了口菜放到嘴里 有些无奈 本来是想回家看看 毕竟半年多没回去了 谁知道出了这样的事 我家里是做什么的 我也吃了口菜 我爸在家乡搞批发 我妈之前因为一场事故伤到胳膊 所以不上班在家里休息 伤到胳膊 不过不是很严重 只是上班肯定不行了 方静云点头 笑着说 那看来我以后就是你们家的顶娘柱 毕业后会感觉有压力吗 我笑着回答 还好吧 目前感觉没什么压力 不过估计以后谈女朋友就有压力了 毕竟以后要想留在绿腾市的话 得在这里买车买房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这种类型的女朋友不太好找 我认识女生都不是这种类型的 前者无心的话说完 后者无心的回答 这一问一答后 两个人看着对方忽然都沉默了 尤其是方静云连嚼着米饭的动作也慢了下来 我莫名觉得气氛有些尴尬 心想怎么聊着聊着 忽然这话题就断了 他装作若无其事的低头 吃着米饭跟西红柿炒鸡蛋 方静云也继续夹着菜细嚼慢咽的吃着 想了想后 女人又开口问 那我有认准的对象了吗 有没有打算追的女生老师也给你参谋参谋 我吃着菜 脑海中一下子闪过自己漫画的女主角 然后实话实说 还没呢 方静云脸色一变 我在大学这四年难道真没谈过恋爱 我尴尬的笑了笑 心想自己哪有时间谈恋爱 自己的时间早就都交给这让人又爱又恨的漫画 方静云 那大学之前呢也没谈过 我咽了口唾沫 被自己的导员这么问 他真的现在想离开这个世界 没有 方静云表情古怪 脸色莫名的带着笑 挺厉害 咱们学校像我这样的好男人可不多 把自己所有的第一次全留给未来女朋友 这话他怎么听着这么管 不太像是夸家 我知道这个话题不能再聊了 便问 导员您的这几年好像我都没听说过您有男朋友 方静云忽然愣在那眨了下眼睛 我压了一声 意识到了什么后鬼使神拆的问 您不会也没谈过吧 跟我一样 两人大眼瞪小眼 我忽然咳嗽一声 笑了出来 打圆敞道 那看来导员的眼光还挺高的 虽然您没谈过 但您这么漂亮 追您的肯定不少 方静云视线从我脸上转移到筷子上 追老师的男人的却还不少 但是目前还没有遇到特别喜欢的 所以才一直单到现在 我相信老师肯定会找到那个命中注定的人 方静云盯着我 笑道 我说话还挺文艺 不过谢谢了 老师也相信 我想起了什么 哦对了导员 你下午又看业主群了吗 有没有说具体要封多久的消息 女人摇头 没有 业主群后来就没再聊这回事 但看来至少也得一个多月 再说了吃个饭用点水能花多少钱 不用平摊 我坚持到 还是平摊吧 在学校的时候您就挺照顾我们的 现在都毕业了 我也不能继续再占您便宜 要不然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方静云看我说这话的时候还很认真 而且他现在既然知道了对方是漫画家 那我必然是不太缺钱的 不过钱多是一方面 愿意平摊是一方面 某些人就算有钱也不会有这种局务 这个孩子还挺负责任的 方静云笑着点头 那行 晚上两人吃饱饭 我提出要去刷盘子 把工作分了一下 那就我刷盘子 老师收拾桌子 我坦然答应 于是晚上七点多的时候 方静云用抹布擦着桌子 中间时不时转头 看着不远处厨房里 我正在刷盘子洗碗的动作 谁知道是不是巧合 两个人转身的时候 视线又莫名的对视了一下 只是这次双方都没立马躲开 而是彼此冲着对方笑了笑 继续忙活自己的事 晚饭之后 方静云去自己卧室里 找了一张夏天才盖的小被子 这么热的天 我既然要在客厅沙发睡 那客厅的大空调就肯定得开 不盖东西是肯定不行的 身体会着凉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记得盖上被子 空调风挺冷的 我笑着接过 谢谢导员 方静云 那我就回卧室继续忙工作 待会我会直接睡 你记得也别睡太晚 好导员晚安 看着方静云回到卧室锁上门 我莫名的松了口气 他关上客厅的大灯 转而打开客厅顶上的几个略暗小灯 然后便摊坐在沙发上 他先是环视了一下夜晚方静云的卧室 自己今晚就要在这里过夜了 活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女性的家里单独过夜 他拿出手机看了眼 时间快八点了 想着先给老爸老妈打个电话好了 找到老妈的电话 我拨通过去 那边嘟嘟嘟的响了一回 才接起来 结果传出来的声音却是老爸的 苏爸有力的声音问道 喂儿子 怎么想起给家里打电话了 我笑着说 这不是想你们了吗 所以打电话问问你们的情况 我妈呢 苏爸道 你妈她出去找你二婶了 好像是在一起干什么 弄一次性手套的活 手机她放家里了没带 一次性手套那是什么活累不累 我妈那胳膊能干的吗 苏爸 我去看了 就是把一次性手套拆开 然后装箱 累倒是不累 又不是在厂里上班 说是干活 其实就是你妈跟一群女人聚在一起聊天 就是钱不多 干一天才三十块钱 啊 干一天才三十那你还让我妈去干 都不够吃饭呢 苏爸在电话那头颇感无奈 我哪拦得住你妈再说了 钱不钱的不重要 你妈那个人主要嫌不住 最近这边病情过来了 批发活也不多 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家休息 养养花喂喂小狗 那家里缺钱吗 苏爸 咱家缺什么钱 你自从爸二之后也没跟我们要过钱 我们赚的钱又花不完 话说你到底自己在干啥生意 可别搞违法犯罪的事情 放心吧爸 我能搞那些吗 你再给我点时间 等我干的事情赚钱多了 我就跟你和我妈说有钱了 把你们都接过来 苏爸哈哈笑了笑 得了吧 别说你现在没钱 就是有钱我们也不去 我跟你妈在村里挺好的 城市里生活节奏快我们去不适合 对了儿子你快毕业了吧 上次你给我打电话 不是说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毕业了 已经毕业了 今天毕业的 本来我是想在这边休息几天 然后回家看看你们 再回来找工作 结果这边病情有点厉害 我可能一两个月都回不去了 苏爸呕了一声 这样啊 没事没事 现在这时候回来也是给国家添乱 你在那好好待着吧 既然都毕业了 那就找个正经工作 然后谈个对象 过年的时候带回来 让我跟你妈看看 这就行了 我笑着点头 我尽量的吧 对象这是得讲运气 苏爸 行了 我估计你今天刚毕业 肯定得跟同学们拒绝 我就不打扰你了 待会我跟你妈说说你的情况 你继续忙吧 挂了呀 要是有什么需要再给我打电话 别给你妈打 她手机老不拿 打也是我接 知道了 苏爸 好 注意休息啊 挂了儿子 您也一样 拜拜 挂断电话后 我常常呼出一口气 打算继续赶工慢话 想着今晚怎么也得花个三四页 争取这几天 就把未来一周的更新 王小二 未苏大帅哥 你那边情况咋样了 啥时候回来啊 王小二 给你把我回个电话呀 你他妈的 回个消息也行啊 我不联系你就不联系我了 是吧 我点开王传心的微信 发过消息去 你又发什么疯 我这不是刚忙完 王小二 你不是跟导员被疯一起了吗 你忙个锤子 别告诉我都在导员家里了 你还在忙活你那些破话 你不懂什么叫做艺术 王小二 你不懂什么叫 寂寞麻溜接语音 打字说话不方便 消息一发过来 王传心的语音也跟着拨了过来 我回头看了看 方静云锁好的卧室房门 把手机音量调低了一点点 才敢接通 接通后 我跟王传心对着手机 掀视沉默 长达半分钟的沉默 这一刻空气十分安静 时间仿佛停止 半分钟后我才缓缓开口 为你怎么不说话 哑巴了 死党王传心声音如蚊子哼哼 你导员再不在你身边 不在 导员回卧室了 你确定 你真的真的确定 我 当然 你是我什么 我笑了笑 几乎瞬间心领神会 我是你爸爸 王传心 漂亮看来是真没在好 我眉头一皱觉得不太对劲 随后赶紧继续降低声音 果真下一刻 手机就传出一声猛兽嘶吼 王传心莫名发病 那你他妈的上午电话挂那么快 还一天都不给我发消息 你要死了是不是 要不是我音量降低的快 怕是会让卧室里的方静云 以为客厅里来了支哥斯拉 导员在卧室那大哥 你就不能小声点 王传心语调恢复正常 我不好意思 情绪太激动没控制住 所以你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我也把声音调回正常 看着手机 还能什么情况就这个情况没 被封一起了 估计一两个月都出不去了 我操 真的假的你别搞我呀 咱们俩刚租的房子这才第三天 你告诉我我以后要一个人住了 我笑道 是啊 大房子爽吧 爽个屁你不知道我胆小了吗 这么大房子我都怕闹鬼玩游戏也没几 那我也没办法 反正已经这样了 自求多福吧兄弟 那你还找不找工作了 咱们毕业前说好了毕业之后 一起闯荡江湖 结果第一天你就弃我于 不顾了你我的父子情义的情义 我也是被迫的好不好 而且要不是你忘了交毕业资料 我能成这样再说了 我也没比你好哪去 跟导员在一起住 我今天一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很干大的 电话那头忽然笑了出来 这就是因果报应啊 因果报应啊 兄弟上天知道了你要抛弃我 所以早准备好了给你的惩罚 两人正聊天啊 方静云忽然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看样子是要去洗手间 我回头看了一眼方静云 谁知道手机里王传星继续说道 不过你跟那个母老虎在一起 兄弟自求多福 希望你还能活到我们两人再见的那天 王传星此话一出 我跟刚刚走出房间的方静云都沉默了 女人看着我坐在沙发上打电话 手机里的王传星仍然在逼逼赖赖 她想要赶紧把手机调成静音 结果电话那头的对方 似乎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而且还加大了声音说 兄弟我只能说你现在的情况 贼惨同事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似 人生自古谁无死 刘曲担心赵汉青 方静云本来还温和的表情忽然难看起来 满脸黑线开口道 我谁在跟你打电话 咱们班里的王传星骂你把手机给我 他向着我走过来 我咽了口唾沫 赶紧跟忽然发病的王传星小声说 别他妈在胡说八道了 导员过来了 可是对方完全没听到我的声音 仍然自顾自的在说 不过兄弟你别怕 有兄弟在那就算母老虎欺负你 爸爸我也永远会在身后安慰你 方静云快步来到我身边 脸色阴沉的伸出手 我便吓得笑了笑 说了声 导员 手机给我 我乖乖交出手机去 方静云拿过手机后 一脸黑线的抿着嘴 对着手机道 是王传星对吧 方静云的声音一出现 那边的王传星的病忽然好了 也不淫湿了 甚至一言不发 方静云看着我对王传星道 你这是不想要毕业症了是吧 是不是觉得今天毕业完了 就可以开始胡说八道 方静云冷声道 人的哑巴了 我抿着嘴头撇向一边 莫名觉得此刻的场景有些好笑 道歉我打错电话了 再见 微信挂断 我头转过来 看着有些冷脸的方静云 那样子看起来有些可怕 我站起身 道歉说 对不起导员 王传星他胡说八道呢 他人就那样 偶尔发病 您别放在心上 要是平时的方静云 估计就要说我两句了 我现在也已经在等着挨骂 不过女人看着我 重重的长出口气后 没有说什么 只是把我的手机还给对方 虽然老是不反对你跟谁交朋友 但是你平时也要多注意点 别让某些人把你给带坏了 我愣了一下 这才点头 嗯 知道了导员 早点睡觉 别睡太晚 我晚上身体不太舒服 你待会洗个脸就睡吧 日常用品什么的 我明天再给你找 我点头 行 谢谢导员 随后我看着方静云去到洗手间 上了的厕所后 刷牙洗脸 然后回到了他的卧室 我这期间就坐在沙发上 看着洗手间亮着的灯 心想导员 刚刚为什么没说 我要是按照平时他脾气的话 肯定是会说自己几句 今天怎么这么好脾气 难道说真是身体很不舒服 这天晚上 两人之后便再没交流了 方静云早早的去到卧室关了灯 我也在忙活慢话 忙活到了凌晨一点多点 也关灯睡觉 虽然是男生 但我有时候的直觉也挺准的 第二天他发现方静云脸色的确不好看 看起来是有点难受样子 不过女人还是坚持早起 给我熟了几个鸡蛋当早餐 苏和 吃早饭了 早上方静云把煮好的三个鸡蛋 跟一杯热牛奶放到我面前 我因为昨晚睡得有些晚 所以也是在方静云做饭的时候才醒过来的 一醒来他就去赶紧去洗手洗脸 大致地收拾完刚坐在沙发上 方静云就正好把早饭给拿了过来 只是看着那几个鸡蛋跟一杯牛奶 我瞅着脸色有些发白的女人引火 导员你不吃吗 方静云勉强地笑了笑 我不饿 你吃吧 我再去屋里讨会 说完后 女人转身回到了卧室 只是他在转身的时候 我看到方静云在轻轻用手 捂着自己的小腿 虽说我没谈过女朋友 但是常年创作恋爱漫画的他 也算是在网上搜索过大量的女性资料 不然我是没法画出日常类恋爱漫的 方静云的这个反应 按照我的经验跟昨天的观察来说 应该是痛经了 而且看着还有些严重 眼见方静云走进卧室后关上门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脸前的热牛奶跟鸡蛋 总觉得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于是我便将杯子中的牛奶一口喝完 然后起身去到厨房里 看看冰箱里有没有江灯红糖 女性痛经并不是每月都会出现 也并不是每个女人都会烦 都是有概率的 不过只要有过这样的经历 方静云就应该早在家里 备着红糖之类的东西 果不其然 我在厨房打开冰箱之后 发现冰箱门的小存放区里 果然有一大袋红糖 而且还有许多生姜 只是除了这两样东西 我也忽然发现 好像方静云冰箱里的东西有些单一啊 冰箱里的东西其实不少 满满当当的 但一眼望去 好像除了红糖生姜牛奶之外 就只剩下西红柿跟鸡蛋了 想起第一天的午饭晚饭 我咽了口唾沫 心想导员就这么喜欢西红柿炒鸡蛋 还是说他只会做西红柿炒鸡蛋 虽然有些怀疑 但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毕竟就算在喜欢一种东西 也不可能冰箱里一点没有其他菜吧 不然就算再怎么喜欢吃也得吃腻 拿出红糖跟生姜 关上冰箱门 我便大到过府的开始收拾起来 熬制红糖水的方法很简单 即便没有女朋友 看看网上的教程也能学会 把生姜洗干净 切成片 锅中放入适量的生姜片跟红糖 然后加入清水 大火烧开后转中火熬制十分钟 最后关火就完成了 煮完之后我还尝了尝 觉得味道不错 甜度很合适 去客厅找了个杯子将红糖水倒在里面 我就端着去到方静云的卧室门口 敲了敲门 导员 卧室里的方静云此刻正躺在床上 抱着肚子盖着小辈子身体缩成一团 其实他现在不太想说话 但是听到我声音还是询问 怎么了我有事吗 我声音尽可能温和一些 没有 就是我刚刚看你脸色不太好 您身体是不是不太舒服啊 我刚在厨房给您熬了点红糖水 您要喝吗 给自己熬了红糖水 方静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个小家伙没谈过恋爱 还会熬那种东西 红糖水 我隔着门摁了一声 刚熬的 您喝点应该能好受些 方静云看着卧室门 然后闭着眼睛 慢慢地从床上坐起身子 双手还是捂着肚子 那你进来吧 门应该没锁 我应了一声 慢慢推开房门 因为昨天帮着进来 帮忙弄行李的时候 我进过方静云的卧室 所以此刻也显得不那么拘谨 只是一进门 我看着方静云的脸色 更难看了些 漂亮的瓜子脸 肉眼可见的发白 嘴唇也少了很多血色 他端着那杯红糖水 走到方静云身边 本想递给对方的 结果方静云刚想伸手的时候 似乎小腹的疼痛 让他手颤了一下 眉头也皱起 又重新捂着肚子 我一看这么严重 便道 很疼吗 您家里还有没有止疼药之类的 方静云心想 这小家伙还知道的挺多 不过眼下女人无心多问 只是摇摇头 没了银带 上次吃完后 我一直就没去买 最近太忙了 我想了想 那您家里有热水袋吗 方静云点头 眼睛看向右边的床头柜 在下面的抽屉里 我问了一声 好 那您喝了这杯红糖水 我给您弄热水袋 敷一敷肚子 方静云再次点头 不过他现在疼得厉害 没法伸手 我指得道 您要是实在没力气 我为您 方静云掺杂着 红血丝的眼睛看着我 此刻他有些犹豫 不过短暂的思考之后 还是点头 谢谢我 麻烦你了 没有 应该的 于是我坐在方静云的床边 小心的双手端着杯子 稍微有点烫 导员您慢点喝 他简单的吹了吹 随后便放到方静云的嘴边 女人看着我这些 不经意的小动作 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杯子 靠在嘴边的时候 一点点的抿着里面的红糖水 带着甜味的红糖水 如一股热流 顺着喉咙流下 也不知道是这东西 真的很管用 还是心理作用 方静云的确觉得好多了 只是这一口他抿的不多 我问 还是烫吗 方静云慢慢点的头 有点 那我再给您吹一吹 因为是刚煮好的 所以会热一点 我再次轻轻呼出几口气 方静云盯着我 也不知道心里想到了什么后 视线转移不再看他 微微低下了头 好了 这次应该行了 您尝尝 端着杯子又递到方静云的嘴边 女人这次抿了抿之后 喝了大半杯 香甜的红糖水 顺着喉咙仿佛扩散到整个身体 谢谢 没事的 那您在这等一会 我把热水袋给您装点热水拿过来 方静云想点头 却忽然想起了什么 声音虚弱的压了一声 我好像是没听到 所以当他放下杯子 去到另一侧的床头柜下面 拿出热水袋的时候 就发现抽屉里除了热水袋 还有其他东西 内衣胸罩还是蕾丝黑色的 方静云捂着肚子脸有些红 我也愣了一下 不过他没多想 眼不见为净 赶紧的把热水袋拿出来 关上抽屉 热水袋拿在手里的时候 我才看到这东西原来没法装热水 只有中间的地方有个插电孔 这个 方静云看着我微笑道 这是充电的 不用装热水 我刚大的站在那 冲着方静云笑了笑 我不知道 我只有小时候 在老家的时候用过热水袋 我还以为是装热水的那种呢 方静云皱眉回答说 那种的老实我也打不开啊 你拿着去充灰电吧 应该很快就行了 我点头 行 那导员您稍等一会 我拿着热水袋 去到客厅充好电 他也不知道这东西多久 才能热起来 估计怎么也得过个十几分钟 充电的方便归方便 但是在效率方面 肯定不如老实的热水袋来得快 于是我便又重新回到方静云卧室 导员 暖水袋冲上了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方静云瞅着我 明显是好了一些 没那么疼了 谢谢我 不用这么客气 要不我给您弄点热水泡泡脚 把热水袋怎么也得等一会 那点红糖水 估计见效也没那么快 方静云受宠若惊 不用了我 没必要那么麻烦 你忙你的就行 我笑道 我没什么好忙的 再说没事很快的 煮点热水而已 说完后我来到方静云身边 看着杯子里的小半杯红糖水 坐在方静云身边 您喝完吧 喝完我再去给您弄点 方静云这次已经能伸手了 但我不知道 还是吹了吹之后 把杯子递到方静云的嘴边 于是方静云已经拿出来了的手边 便停在一下后 放到杯子上 手指慢慢捏着杯子 还是继续小口小口地喝着我 喂给自己的红糖水 喝完后他眼睛看了眼我 我道 那您等我一会 很快就好 我拿着杯子离开卧室 给方静云关上门 便去厨房重新倒了杯红糖水 然后开始煮热水 在这期间 方静云捂着肚子坐在床上 莫名的抿着嘴唇 狐狸眼睛盯着自己的小辈子下的大嘴 其实我不知道的是 这还是方静云成年之后 第一次被别人照顾 亦或者说这是他头一次 被除了父亲外的男生给照顾 可也没我照顾的这么细心 几乎面面俱到了 不可否认 现在的方静云心里就是有些怪怪的 说不出来的暖意 估计是红糖水的缘故 几分钟后 我端着一大盆热水进来 里面还放了几片姜片姜丝 只是放下之后 我交代了几声就出去了 您泡一会 我去看看热水带怎么样了 方静云弱弱的嗡了声 我走后 他转过身 把洁白的狱卒 给尝试性的放到热水盆里 热水的温度没有那么滚烫 我特意控制在了 正好能放进去的温度 不至于因为太烫 还要再等一会 方静云放进脚去的时候 笑了一下 真的有这么细心吗 热水跟红糖水的双重作用 方静云坐在床边 两只脚在热水盆里轻轻塌泡 当我过了一会 端着红糖水跟热水带走进来的时候 方静云的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 跟刚刚那会疼痛难忍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我把红糖水放到床头上 然后把热水带递给方静云 我问 不疼了吧 方静云拿着热水带 放到自己的小肚子上 摇摇头 已经没事了 他忽然开口问道 我你早饭吃没吃 我被这突然转到别处的话题 让我还想了一下 牛奶喝了 鸡蛋还没呢 这不是看您难受 所以 方静云轻轻一恩 先把鸡蛋吃了吧 要不然要凉了 行 那我先去吃早饭 您有事喊我 我就在客厅 好 我看了一眼方静云的先先欲卒